你自己看到也很不開心 香港話說得差不多 我們又說一下G7峰會 以及國際事事和世事無格仔一起去做 上個星期你見到習近平很少學雞 你聽到外媒說針對中國的經濟脅迫去做事的時候 他自己又搞臨濕臨急臨亡搞個中亞峰會出來 中亞峰會就專門搞西安 西安有什麼意思呢? 絲綢之路起點 而絲綢之路起點 他又找回一些中亞國家出來 他的意義在於他想重啟 習近平一直有個情意結 就是想一帶一路 尤其是萬邦來朝 那種開榮 天朝朝公 要盡顯唐朝的元素 唐朝的城勢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一件事 唐朝其實是對中亞國家壓迫得最厲害的 你想一下 為什麼唐朝有性轉衰 為什麼安市之亂走出來 其實就是講 唐元中找高先知去中亞滅了石國 石國就是烏之別克 所以如果這樣說的話 這個中亞峰會 以長安為主題的中亞峰會 還說要彰顯一個深厚友誼 其實這是很諷刺 唐朝是最帝國主義的朝代 你用唐朝的禮儀去招呼這班中亞領導人 其實我的意思是什麼 我是主理 你是次 就是 當你們是附屬國 其實是這種另類的矮化 孫足 但是 既然他這樣做的話 你找得到 這四五個中亞國家來給面的話 一定要埋單 這些古惑仔 中亞國家 其實怎麼會是死錯人 坦白說 這個就是 其實這個非洲之後 一樣的情況 在三年武漢肺炎的疫情裏面 那些一帶一路的基建 很多那些搞公路 搞高鐵 或者搞核電廠 電廠 水利工程 那些全部都停了 你又借了錢給別人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你只是埋單 你也要回水 那時候 這個武漢肺炎三年 很多錢 所謂借了出去 收不回來 但是 那你又要求人追債 那怎麼辦 非洲十七個國家 債務 為什麼要去債務 你又要人家 在聯合國內 給你面子 每次 人家因為你香港 新疆的問題 去譴責你 投票 你要買票 那你要埋單 給你面子 不用錢 那好了 既然非洲那邊 你要 write off 你要撇債 那你中亞一樣都要 所以你看到這次 你說要重啟一帶一路 基建工程 首先就要埋單 你欠落那些 什麼時候還 或者要撇債 算數 你是不是有得講數 所以 你看到這次的峰會 有沒有實質的東西走出來 沒有 不見 最多走出來 就是這個 中國中亞實業家委員會 就去討論未來 這個中亞的基建發展 該當如何 講到尾就是 你只是畫面 你要畫面 然後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就是跟你叫做示威 這邊搞G7 說要針對中國 這個叫經濟脅迫 所以我們要討論一些 然後你就示威 但你沒有用 你帶不到西方國家 然後你只不過是做給國內人看 但你做給國內人看 又有什麼意思 你對外的訊息 全部是封網 誰知道 所以沒有的 整件事是夠做的 你搭個鵬出來 其實你跟剛才 長洲的包山一樣 那麼傻 是啊 這些事情是不實質的 這些事情是 Brian Leung又補充 中方將會向中亞國家 提供總額 260億人民幣的融資 和無常援助 即是繼續帶殺幣 繼續帶殺幣 謝謝你 你現在好像說 河南村鎮銀行 之前欠落的那些錢 地方債都沒有搞定 鍾Sir 上個星期在星餘紅中 我就再跟你補充 搞到出催淚彈 你現在就試一下 你現在又有錢借嗎 無常援助 你這些無常援助 我想都是說的 其實是 你首先找回之前的資料 是吧 但是你這樣去做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 你是對內宣傳的話 我寧願你不搞好就搞了 是吧 你示威 你示給誰看呢 問題是 你示威給美國人看 你示威嗎 你不捨你 人家是重視 你實際你做了什麼 你經濟脅迫 現在就要回應 現在G7國家 他們說是怎樣回應 G7國家 沒有就這樣回應 但是你會見到 他做的很多 很多不同的經濟互助 合作 就擺明是沒有中國份 他找了很多國家 就是這個G7的峰會 因為他找了很多人去列席 包括有韓國的代表 有印度 最重要的是 有烏克蘭的澤連斯基 其實整個G7峰會 主角就是 主要去談的問題 就是俄烏戰爭 其實中國這件事 都算是擺在次要的地位 但是會後 因為會後 英國首相的新衛城 他又說了一些說話 辣著中共 他主要是 他主動出來說 他就說中國 是我們這個世紀裏 最大的挑戰 所以他高度去讚揚 G7的團結 為了全球的安全 我們做得對 團結的時候 正是時候 他說了一句說話 新衛城說了一句說話 他說中國 現在北京 是 increasingly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 assertive a block 在國內 他就變得越來越權威 越來越獨裁 越來越獨裁 在國外 就越來越 就是 堅定地追求 他的野心 包括南海的問題 他搞了戰狼 國外戰狼 國內就越來越獨裁 但是這句說話 其實不是他發明的 其實是2018年的時候 美國的一個學者 叫做伊莉莎白 他寫了一篇文 他寫了一篇本書裡面 其實已經這樣說了 即是橫跨 這個Donald Trump時代 以至到拜登 其實已經有人這樣說了 中國 尤其是在這個 習近平主政之下 國內獨裁 國外戰狼 是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明顯 這個趨勢是 所以尤其是他現在 其實新衛城說的 沒什麼新的 就是他有能力 有權力 在重塑全球的秩序 當他現在越來越兇 越來越大隻 越來越兇死的時候 他又可以挑戰我們 現有的國際秩序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是要團結 我們就算團結也好 他現在在G7的公佈裡面 他只不過 他是主要兩件事 他呼籲習近平兩件事 第一 麻煩你乖乖地 守國際秩序 沒有說Otherwise 如果你不守 會怎樣搞你沒有的 第二 就呼籲習近平 就說服你的好朋友的普京 撤軍 兩件事而已 這些是大粒佬說的 但如果你看這個半島電視台 他都有一個跟進的 就是大陸佬 這個中國外交部副部長 孫慧東 就在今天 即是這個5月22號 就召見這個日本駐華領事 就去批評這個G7會議 就有炒作這個中國威脅論 所謂中國威脅論 其實你剛才所說的不是新的 第二 他們有一個共識 共識就是說 這個新衛城 他也重新 他似乎想代表G7去總結 他說我們當然是團結 而中國也是本世紀最大的挑戰 無論在全球的安全和繁榮上 這方面都是威脅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做 這麼嚴重 這麼大的威脅 都是怎樣 我們都是要 de-risking not decoupling 就是什麼意思 我們不是脫鉤 我們只不過是去風險化 去風險化 兩件事 無論中國 其實你中國對外的貿易 買也好 賣也好 都要去風險化 買那方面 中國買你的東西 譬如他投資 我們不可以讓他 去參與一些 戰略性 尤其是一些高科技的投資 不可以賣這些東西給他 不可以賣高科技給他 這個此其一 第二 我們如果賣中國的東西 這個叫供應鏈 我們也要小心一點 就不可以在那些 關鍵性的一些原材料 尤其是那些稀土上面 太過依賴中國 我們要發展 我們要在不同的國家裏面 分散投資 譬如我們稀土 以前日本給他教訓過 不賣稀土給日本 日本就自己搞 日本的那個 舊日立濟鋼 現在的改組 就叫做Potetro 這間公司 他都講到明白 因為他大部分的稀土原料 超過七成 就是中國內蒙古產的磁石 現在如果要再研發新的產品 他們都選擇 減少或者盡量避免 不用中國用的材料 甚至是他們研發新的材料 去取代舊的產品 新衛城他現在這樣說 究竟他會不會這樣做呢 這個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當然要密切關注 因為他之前 你覺得新衛城好像有些 精神分裂 上個星期 你才找莊敦文 就是那個貿易國防大臣 去香港去拜見許正宇 又說很fantastic 又要跟香港做多些fintech的合作 那些是否加風險化 其實是否有風險 還有反口孔子學院呢 孔子學院那個 你投資 或者你在不同的大學裡面 開這個孔子學院 原本你之前說要關掉他 那現在去哪裏呢 他就說 我不投資 我們不會放錢去孔子學院 任由他去搞 他自己找自己笨拆 就任由他去投資 但問題就是 不是他扔錢下來 你就要承受的 因為他找些大陸人 下來孔子學院裡面教書 本身他們都是間諜機構 所以這不是錢的問題 你就想著 現在大學扔他的錢 但現在你肯不肯 你將這個所謂 頭號威脅這個定性 你是落實在 學校上面才行 但始終很多人都說 是比較難搞的 因為那些大學貪錢 和英國就真的 二百多間大學 你叫他們全部都可以 自給自足 是很難的 所以他們就很需要 中國的學生 又或者是需要 中國的分析 因為現在美國的出身率 又下降 英國的出身率 對 英國的出身率下降 我們都知道英國的問題 英國的制度 坦白說 其實你現在越來越討厭 的人都會讀大學 我覺得是 在英國讀大學 你不要說 你是否是牛記劍記 你甚至是牛記劍記的畢業生 你畢業出來都是三萬磅 三萬多磅一年 你和那些專業人士 或者你做香港所說的三行佬 還要賺得少 如果你真的想賺錢 你不如踢球好過 但是大學的學費又不便宜 貴到瘋 你就算是本地人 其實都很難 你說Home fee 一年是九千磅 等於香港的兩倍 大學學費 但是香港讀四年 英國讀三年 但是這也是很重 所以 學債問題很嚴重 如果你學債問題這麼嚴重 最後你畢業出來 你要賣三萬磅債 你就會計算一下 我畢業出來之後 能不能賺回才行 如果你還十年 不如我早點出來做事 早點讀職業先收 出來做事好過了 因為其實有些讀學校是不用錢的 反而是 即是你講的是職業先收 職業先收 那些學校 那些vocational 那些 我們 Reading College 都可以這樣 原來都可以不用錢 就算我們熟悉的A仔 A仔他來到之後 他都報讀那些vocational training 他都說不用錢 在威爾斯那裡 我也想去讀 我也想學整車 其實 是啊 所以 你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你的大學又開了這麼多 那就很依賴那些 即是 現在你有大外孫 走過來自己去 給你錢 這樣 那就令到他們上癮 沒有大陸學生 你英國的那些學校 很難收人 就真的兩萬幾三萬磅一年 是啊 Terry McKinney 就說 讀 Oxford Cambridge 的人生經驗 是ok正的 首先 你要比得起才行 不僅是Ossford Cambridge 甚至乎 甚至乎 英國的private school 是吧 你 在 新衛城 就是Winchester Winchester College 或者 Minsup Boy College 這些都很棒的 但首先你要讀得起 又跟Edan 是啊 Edan功學 首先你要讀得起 一般人來說 尤其是你現在小子化 我們到有時 接放行都見到 其實本地人是八人不生子的了 我真的見到 起碼三四成是印度裔的 南亞人 南亞人的 我記得之前 有人在開玩笑 貼了一張照片出來 整班 一班小學生 一班裏面 其實八人裏面是大約三成的 所以你可想而知 你 這個越講越遠 Anyway 好了 都是這兩件事 這句其實是老新常談 De Risking Not Decoupling 純粹去風險化 但問題就是整天都說 指紋樓梯響 永遠沒有付諸實行 但現在說的是真造 好了 現在真造 現在真造 現在是不是真的團結到 因為門檻低 如果你不斷跟別人說 喂 你要團結的話 我們那個門檻 就要去到脫鉤 那不行 因為中國那個經濟體 那個經濟體始終很大 如果一反面就脫鉤的話 不是每個人都受得起 他們沒有說清楚 只不過是說未來的發展 那就沒有中國份 例如南韓現代汽車 美國終於開放 就可以在美國那裏進行生產和內銷 省很多稅 但是現代汽車 他那幾個新的電動車的設計 一定是用寧德時代生產的電池 那拜登一聽到這個項目之後 就說電池是大陸的 那就不允許補貼 不允許補貼 我怎麼建 我怎麼賣 所以局主要追加兩億美金 就在阿拉巴馬那裏 自主研發新電池 這樣 這一點就是 告訴你 中國為何害怕 就是因為你在G7裏面 談的各種不同的商業決定 慢慢都沒有中國份 是啊 所以如果你說 為何說了這麼久 都不發爛 現在才來發爛 唯一一個